大家好 欢迎收看基金我最通 我是林奇芬 好 那这个12月份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联准会的一个升息的动作 那联准会还是如预期的升息了一码 不过呢 升息一码之外呢 其实在联准会这次会议里面又透露了更多的一个讯息 那也让市场开始在预测 整个未来联准会升息的动作可能会越来越缓慢 好 那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整个联准会的一个升息的一个动作 好 12月份还是如期升息一码 也就是今年总共升了4次 目前的基本利率来到了最高2.5的一个percent 那对于明年一个升息预期呢 现在的看法是明年会升息两次 2020年只会升息一次 那比较重要的是2019年的一个升息次数 原先预估是会升息三次 但是现在会降到只有两次 那如果说明年都只会升息两次的话 后年还会不会真的去升息呢 其实这部分就会有一些的变数出来 所以看起来是不是有机会在明年升息就到顶了呢 这才是市场最关切的一个话题 好 那为什么现在升息的这个次数会降低呢 其实当然也透露了整个的经济景气的表现 是不是有开始减缓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看到这个联准会对于2019年的经济成长的预估呢 是2.3个percent 确实比今年3个percent还要来的降低 那另外来讲对于明年的失业率是还算是不错 维持在3.5个percent左右 也算是一个相对低档 那另外来讲呢通膨率会维持在1.9个percent 两年的这个水准差不多 那从这个部分也是反映到说 是不是呢整个的油价不会这个涨太多 包括所有的原物料涨幅不会太大 或是整个消费市场的需求 会有一点点的趋缓 所以使得通膨率可以维持在低档 那既然通膨率可以维持在低档的话 那么当然这个联准会就不需要去急着升息了 好所以呢联准会不急着升息的讯息透露了 是不是2019年的一个成长是在趋缓的 那甚至呢整个升息的一个趋势 是不是会开始到顶了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当然会慢慢的 有关于债券的投资机会就会出来了 好那所以我们就来追踪一下 最近整个债券市场一个走势 好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美国十年公债殖利率 那就十年公债殖利率 原先呢在美国持续升息的一个走势之下 是持续的在往上走 而且呢突破了3个percent 但是呢在还没有联准会还没有真正开会之前呢 美国十年公债殖利率却开始已经往下掉了 往下掉 那通常我们会认为说 长天期的公债利率往下掉 就表示市场在预期怎么样 不会升息或甚至有降息的可能性呢 那虽然其实12月份联准会还是在升息 可是呢在市场上的一个公债殖利率 却在往下掉 这个部分是不是也透露了一些 对于未来更为保守的一个预期呢 好那另外一个呢在这个投资债券市场里面 大家很关注的一个就是债券的利差 也就是美国十年公债 长天期的公债跟短天期两年期公债一个利差 那如果说现在是呈现一个持续升息的走势的话 我们会看到这个利差是会往上走的 但是如果预期未来 长天期未来升息的几率降低的时候 这两个公债的利差是会往下掉 那我们看到的是在12月份 这两个天期的一个公债的利差 已经缩到0.15% 也就是快要接近跌破了 零这样子的一个关键点 也就是他们的利差在缩小 那利差缩小的意思呢就表示怎么样 表示可能升息的脚步越来越接近尾声了 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提出了 让市场也看到另外一个利率 可能会开始反转的一个警讯 好那从这样子的一个变化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 原先如果是在一个升息的环境 大家呢会想要去投资股票 而不会想要去投资债券 但是呢如果是升息的环境到了末段的话 很可能大家会开始要转来去买债券基金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最近整个债券基金的一个表现 那么大家就可以看到 最近一个月大部这个是全球型债券基金 那除了第一档是亚洲的债券基金之外 大部分都是全球型的债券基金 那么全球型债券基金在最近的一个月 最近的三个月都是呈现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 那在如果是全电下来的话 也是慢慢的回到一个持平的走势 那这部分也会显示呢 如果当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升高的时候 资金就会慢慢的去寻找一些的避风港 那在这个环境之下呢 全球型债券基金的对大家的吸引力 也会慢慢的一个上升了 好所以呢 在现在的这样一个阶段的话 那么建议投资人还是重新检视 自己手上的一个基金的一个配置 那么允许在2019年呢 可能你这些属于所谓的高平等的债券 或是这个全球型债券 这种公债的这个基金的比重 可以慢慢的加高 但是股票型基金 或是高收益债券基金的比重 却要去留意风险 去做一些的降低 那这样子的话 才可以让你的明年的投资 要来的更为安稳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基金 我最通 也希望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到MoneyDJ TV 粉丝团留言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